这是为奥运而建于1908年刚启用时的白城体育场 当年的第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伦敦主办 共有来自22个国家的2008位选手参加 在1908年4月27日至10月31日举行 这届奥运赛事持续了187天 成为奥运史上赛程最长的一届 您现在所看到的珍贵赛事记录影片 被妥善地保存于BFI英国电影协会辖下的国家电影档案馆 这一届奥运的主办城市原本是罗马 但是1906年4月的维苏维火山爆发 对意大利的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 令其无力兴建体育场馆 于是罗马主动放弃主办权 奥委会便紧急与英国协商 最后决定改由伦敦主办 因此伦敦便在1908年 同时主办了法兰克不列颠世界博览会 与奥林匹克运动会 由于有的比赛场地必须公式不会使用 使得奥运赛事被迫断断续续进行 才会令这届奥运历时长达半年 本届奥运包含22种运动 共110项赛事 有些比赛项目可能是您第一次看到它出现在奥运 例如男子拔河只短暂存在于1900到1920年间的五届奥运 自行车比赛的赛道就在田径场旁 真怕铁饼会不小心直中这些骑士们 在水上竞技的泳池旁 自行车骑士们又出现了 马拉松比赛的起点温莎堡到终点白城体育场的距离是42公里 195公尺 这个长度后来变成了奥运马拉松的标准距离 马拉松比赛中第一位抵达白城体育场的选手是意大利的佩特里 他因为身心状态濒临极限 加上场内震耳加油声的影响 竟晕头转向的失控跌坐在地 当时他距离终点线仅剩350公尺 之后在围绕他的工作人员鼓励下 佩特里跌跌撞撞地冲过了终点线 然而32秒后抵达终点的美国选手海斯随即抗议比赛不公 最终大会判定受到协助的佩特里施格 改由海斯获得金牌 有主场优势的英国在这届奥运共获得56金 51银和39铜 奖牌数量居各国之冠 最终的中国人员鼓励下